选丽民主的爱情终于是有消息了 做从特别变化节后 相信很多人都一直心心念念的等第二季 核心立刻已经出来了 透露了很多内容 大家都来看看吧 十多六年 孟阳琦还是两样子 还是有孟阳琦当这个家主 但东国选音早已经不是当初的东国选音了 这个时候他直接承访了原家 从肩毛中救出母亲 还把一直在任天终访受苦的父亲 东伯利也救了出来 这个时候的孟阳琦已得到了消息 他预告这里官方做了新闻的改编 自然这里孟阳琦是后来得到的消息 知道东国选音是烧闻强者之后 表现也很公顺 但把之前提议孟阳琦掐出去的长老杀了 并扯着了孟阳琦来这个长老 还奉上了大量保护 以求东国选音原料 在当话中 孟阳琦得到消息后 却表现得气势汹汹 但里面用长老与东国选音发生大 这个时候没有半点后退隐蔽的意思 可结果虽然不认为之 那为什么最终还是借出了自己的费务 当孟阳琦就可以说是 能为一片废墟呢